臺北市中山區日前發生了 魯仁案 一名二十歲男子 寄欠了二十萬修車費 遲遲不還 雙方相約談判 他還是不還 被六名二煞 搶擄到濱江市場旁邊的一處民宅軟禁 對方還恐嚇他 再不還錢 就要送去柬埔寨 讓他嚇壞了 趁著清晨五點多 只剩一個人看守的時候 就趁機多麼二處求救 凌晨兩點多 臺北市濱江市場旁 七名男子走在街上 他們其實不全是一夥的 身材稍微嬌小的男子 被另外六名二煞包圍著 準備帶進民宅 因為他欠了錢還不出來 談判破裂 被帶走囚禁 天亮了 男子逃出來了 看到有一輛警車 立刻敲門尋求協助 因為過去的二十七個小時 他就被軟禁在小小的房內 還以為自己遇上了人蛇集團 被害人趁著剩一人看管他的時候 趁機逃了出來 而他向警方尋求幫助的時候 更是滿臉驚恐 因為嫌犯告訴他 再不還錢 就要將他送去柬埔寨 路人案件發生在二十一號凌晨 被害人謝姓男子 急遣于姓祖賢二十萬的改車費用 他遲遲不還 雙方相約在新北市 泰山區談判 想不到對方料來多名二煞 就把他押上車 載到台北市中山區的民宅軟禁 隔天清晨 他才抓到空檔 趁機逃出 警方清查 這六名二煞 並沒有黑幫背景 雖然嗆瞎要把被害人送去柬埔寨 但並沒有和人蛇集團掛鉤 純粹是虛張聲勢 但現在鬧出魯人案 不僅錢還是逃不回來 還通通遭到法辦 記者陳嘉明 陳玉璇 台北報導